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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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杨茜一率先跑赢了 連上证都未升上来的时候 杨茜现时还保持40多点的升风 不過今早跌近200多点 现在回到40多点已经很厉害了 没错 再报回恒生指数的50天线给大家听 现在50天线就在31344 暂时有爪是100点多些 杨茜就叫做有爪 我想今天最厉害的就是平保 如果没有平保的话 杨茜也未必那么快走到上来 没错 这只应该很厉害 目前来看 暂时平保88.5% 升2.9% 成交已经超越了半天的成交 超越上个假日的全日 最主要是今晚方面公布了头两个月的补费 说到同比增长有两成那么多 数字漂亮 所以不少投行都说看好它 再加上下个星期出业绩 业绩当前有大行 瑞讯目标价110元 评级跑赢大市 看得相当之利好 最主要就是刚才你所说 二月份的受险数据帥哥 亦都看到他们那些储蓄型产品方面 虽然有挑战 但数据也是帥哥 那就OK的 只是这只股份 暂时贡献恒生指数43点的升幅 那就刚刚算了 没了它的话 藤子泰都跌了 其他真是和国果 现在只靠平保 就贡献了整个恒指升幅 我想最主要除了看到 今天有消息配合 成交又大 还有现时88.5%这些位置 终于站稳了颈线 没错 真心我觉得今天是可以考虑去入 因为过去几天都真是闷 常常跟大家说86.2% 86.2% 现在88.2%都过了 除了看到破岛之外 今天成交都很厉害 到现在为止 29.9亿的成交 已经半天超过昨天全日 所有平均线站稳了 正如你所说 颈线都升穿了 现时我看92.8%就是上一个阻力位置 所以今天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对不对自己的口味 我看到YouTube Peter就说 实际有很多人问 Jason一走了 23.8%之后就升 对啊 你们很多人不服他 那你别笑他 他15.48%今天在升3.8% 现在2.9%的百分点 金思税27.6% 我只可以说 他早前有些基本因素 他就说 斥资3,900万 认购英国同业的可换股 施股 简单说 都是参与走出去 国际同业 早前更加 中期的时候 8月份出了个顺利的业绩 都很帥 一直留意 今天出全年业绩 当然 他的生物科技 这些名字很炒 事实上 由3月1日开始 成交就已经一路一路爆 我会跟大家说 现时再追 就超买得太厉害了 休科就继续 一定保持到看成业绩为止 对 全支羊竹 就没理由不保持 是啊 又再顺便 看看其他的生物科技 1548金思税 现在涨2.6% 27.5% 最高位28-1.5% 不要理会是否低高 有样东西值得可喜可贺 就是 早前有些羊竹收市 26.8% 暂时已站稳 这些其实标志性的 不要心急 不需要日日爆升 最重要是 让它慢慢復原 因为很多那天 已经客人走了 其实就没有了今天 和昨天这种升幅 给点耐性 哪种位置 我认为会比较安全 当日之阴烛的开市位 28.8% 那我认为 大家尽管给点耐性 后市站到28.8% 就可以说脱了 留意了 今早已解释给大家 应该是周末出业职 旅行 期待下周一 会不会在发布会上 再更新 有关CART的发展进程 那我就继续看其他药股 包括昨天大家在想 1093还是1177号 1093今天又继续跑赢1177 一定是 剩到1.8%到19.56 好像打了底 没错 为什么会经常说 它称得高于1177 就是因为它是破顶 就算立了三日 所谓三日的小阴 情况都还是维持破顶 今天还出了一支羊 所以 有机会破破地顶 同时间 1177就差很远 就升得0.5% 只有8千 就有15.3% 升又怎样 它根本这一浪 就从来没有成功破顶 成交真的少得可怜 没错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顶 这个顶 你说它双顶 我也相信 当然了 后市中长线 没问题 继续持续 但是 没充过顶 就是没充过顶 所以 暂时两只比 一定没得比 在我讲其他的股份之前 要宣传电话 310-833-399 打电话上来 12点之后 就开始听大家的电话 是 还有更漂亮的移动股方面 就包括2588 两只飞机都是 是啊 航空租赁2588方面 都跑赢了市很多 没错 公司方面出了业绩 中人行租赁方面 全年顺利5.87亿美金 升四成 还派过末期式 跟手大行 包括都城 就觉得去年的业绩是优于预期的 哇 看到52.5 现在才是46元 还有6元左右 即是一成多一点 一成半的升幅潜在 似乎看得很好 当然了 现在来到这些位置 我想又再跟大家讲一下 一些关键的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似乎撞回1月份 那些位置 1月份 如果讲重仓阻力 其实45到半星穿了 现在46 真的有机会去看最顶位 嗯 1月29日收市位4695 这个位置 都近了 是啊 4695之后再看 你说大行那些 叫做50楼上的位置 嗯 可以看这些 当然啦 那就与其 就是见到 哇 行业上面原来是赚钱的 跟着呢 另外那一只 你看它是由山顶路来的 是的 是的 没错的 可能真的 虽然行业是赚钱 但未必是个个人赚钱的 1848 中国飞机租赁 现在在升两个百分点 虽然升幅拍不住 但是成交 半天已经是昨天全日的三倍了 所以很明显 都是用一个同业的概念来落课 上方阻力在八个一毫半 八个一毫半 两者来看 因为事实上 在2588 是真正有自己的业绩支持 嗯 所以呢 虽然 博猛是可以博猛 1848 但是呢 如果讲到长渣和价值 一定是做回 真是有利好那只 2588 飞机方面呢 要讲一下 就是昨天出业绩的293 是 今天国泰方面 曾经都升到半成过外 现在呢 就有4.6%的升幅 做了14.42% 看到不少大行都说 觉得燃油对冲的 亏损就逐步减少了 看来都可能股价见底了 现在阶段 还见到多头排列 是啊 认真呢 我都真是觉得 你不能够再唱淡这只股份 因为呢 你就算觉得它几差都好 我不讲之前 17年头 它见了大底了 这幅图呢 事实上 其实可能按不到 不过 按到底出来 但是那些日线的多头排列 就按不到出来 嗯 那这个17年头 要去到月线 按巧 这里 可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17年头 大概是这样 总之呢 月线图都已经是多头了 这样的 变成这样的 那情况呢 就是在于 完全是在17年这个底部 就做了出来 好了 跟着呢 就把那个股价图 现在拉回到这里 所以呢 你喜不喜欢 是其次 但是股份呢 我想真的 大家都已经入了架 觉得 你一定是做了 今年年底 就不会再做对冲 不会再因此切钱 那么 再回低油价 再加客运货运数据 符合预期 你看看 漂亮的 就是 但是呢 你除了业绩期 有些短爆之外呢 其实长线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变成了呢 你有心就拿长距 我觉得这些价都可以长渣 尤其是如果下回十三个半 那么 短炒的话呢 自己看位置 嗯 那长渣的话 因为多头排列 所以都不继续估 它什么时候会转的了 没错 也有业绩 也有改善 好了 现在有十二点了 中午就收了市 恒指就升三十八点 嗯 它说广告回来 就听大家的电话 回来节目时间了 刚才报了 中午就升三十八点 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三 当然继续站到 是一条五十天线的位置 我就想报成交 六百二十一亿 比起平日的半日市 多了一百多 很可能 看一看 会不会是 譬如平保那些 吸引到大家买入了 是的 成交帮到忙 嗯 我先听到第一个电话 是莫小姐 莫小姐 莫小姐 你好 你好 小心身体 是啊 喝杯水 不急的 是啊 是啊 正在上班 好 怎样 是啊 我想问平保 有没有货 有啊 昨天听你说 破了八十六个二 可能有机会 站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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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看看 破了位到八十八个多 需要不需要加呢 今早进入的 还是之前进入的 很久了 八十六个二 我昨天打过来跟你谈过 其实我记得啊 我记得啊 不过我忘记了你何时进入 那情况就是 是啊 八十六个二起稳 以及真的 今天半日成交 已经大过昨天 我觉得它真的有多少起浪 那市呢 历患唐难 就连续两日 五十天线失而復得 这只股又将近业绩 又阳烛又大成交 又企稳了 现在呢 我只可以给多一个价 例 例如早前我经常说的 八十六个二 当日就是十一月来的 那这个位置就是八十六个二 好了 如果你说 那你平均成本是多少 我没有加过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加过的 就是八十六个二吗 是啊 是啊 哦 那我尽量逐个位置去做参考 之前二月底有的阴烛 当时八十七个半 都站稳 我亦都相信今天 站好两个位置的可能性是超高的 那变成呢 如果你真的来过短炒业绩呢 我相信今天呢 是会有机会下丁丁那么多的 但是呢 叮叮 可能八十八 如果贪心 事实 我觉得八十八就很强 有幸就八十八 没有幸的话呢 其实今早十一点多钟 下过八十八个三 都已经又再上回去 那 那不如 其实幸好现在我们有个图 不用笑话家 那情况呢 在于 你看一下 那现在呢 都站得很实 是啊 那这里就是八十八个三 就十一点多钟 下过来 这个顶这个顶 我现在见到呢 那些东西呢 那我认为你 八十 試一下 我认为 試一下 我认为 八十四十 八十四十 下年都不到 八十八呢 試一下八十八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在下午 博下梦 如果不是呢 八十八个三呢 稳定地 应该都拿到的了 那 炒到什么时候 出业职阿花 这个就是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是啊 真是 好支窿路啊 早腾讯一日 是啊 我觉得就 你留意 八八三 或者八八零 那些位置呢 就 拿到下个星期二 都值得加的 因为 很难得 那麽大成交 就开始起了 那是不是拿到星期二 公布业职之前 有个水位去到哪 前呢 我就觉得 你看少了它了 怎么都过了 业职 哦 过了业职 是啊 okok 好啊好啊 是啊 他和腾讯都是过了业职 那正路也是这样的 是啊 是啊 我昨天腾讯都进入了 已经打完给你之后 下午就立刻进去入市 是啊 是啊 今天腾讯都升到四个二 事实也都站穿了颈线 他是这麽多个男丑大的 里面最快站穿颈线 所以后市站穿四五八都没什么事 值等业职 是啊 我昨天四五六个多入 是啊 业职那天又和你聊电话 那对 你那天打过来一次过问了两个 是同一日出业职 是啊 是啊 其实昨天我都很想再加货 其实都 今次他 不想看他都不动不动 我就不想浪费板药 啊 我说同一日出业职 他没有博我 他忘记了腾讯才来的出业职 不是啊 不是啊 他不是同一日出业职 是啊 你真的知道 不是不是 腾讯星期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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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總之那两日你继续打来 OK OK 我一定会打来的 你放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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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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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先看YouTube问题 还有就问到1317 他说10元有货何时走啊 其实呢 今天都在升三 你急什么走呢 连我的长期被人耻笑的瑞健 今天都升到六格 5.9 是的 这些东西是长 握一下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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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瑞健都没破顶 都不怕你破顶 好像有咬咬咬那样的 不用紧张啊 握住他 我也不会猜到他 因为已经是历史新高 所以呢 随便吧 现在7月4月 我不是先趕着11元 11元我先趕着12元 是这样的了 那多头牌你猜到什么 好 那下位观众就是王小姐 3323 他问王小姐 王小姐 王小姐 喂 你好 你好 对了 就是想问 3323 有几只 2020 那问了3323先 有没有货 没有啊 昨天想追 怎知道他飙飙得这么高 不敢追 先问你 对了 这两天都是个市 他都可以创顶 我想 和叶华润润水泥 水泥的价格 其实最近都国内开始涨了 股价方面 站得挺好的 后市 其实因为已经突破了8.08的颈线位置 你也很简单的 容易做指摘 或者防守位 就是8.08 没进的 不要穿 不好意思 如果我现在叫你进 那你很容易就知道跌穿哪个位置 你很害怕 8.08 入咯 入咯 我觉得 现在似乎市 五十天线都 苏花旗倒下 而这些营起的板块 都有力 你看他这两天都是阳烛 你就知道 现价偷步 我早前那些8.06的位置 应该都升得穿 偷步都行 我觉得 OK 即是8.08只蝕 到时再问 正路这些股份不是那么恐怖 去到8.08有支持位 但如果你要等8.08买的机会 其实都小 即管现价这些附近位置买 哦 是 3323 看看有没有业绩期 23号 即是下个星期 是不是5 下个星期 是 是 应该都 应该有机会直炒到23号 那23号要走 到时再看业绩 不是 业绩是好业绩 它们这个板块 而且 建材 你还要是龙头 所以 拿到23号 嗯 1093就有听你说一下 但我入了一手 那可不可以加 如果加 它今天呢 成交未有移动 虽然都可以升 早前有个20元齐头位置 那不如先升穿20元吧 即是现在没有加钱 19.1元 现在不用了 现在都是刚刚 刚刚在那些 就是入价位置 今天第一日升上来 升穿20元才算 先考虑 先够强 是啊 今天其实呢 现在所谓 升1.7个百分点 先去那支阴烛底 其实今天未至于 清到任何估计 不用太激动 哦 这样 可以等一等 那2020呢 2020 未入的 找位置入 为什么越稳越高 是啊 我都不用看2020 我看着李宁都已经知道了 凡是这些东西 都是只有1日比1日高 那哪个好啊 那我长推李宁 不过这么说 李宁都很高 李宁呢 都很高 其实呢 当你看到 譬如我看一下李宁 李宁又是 升到我都不信 那样的 幸好我一直叫那些人 一直不要走 那情况就是 在于李宁呢 是这样 那然后呢 2020呢 就 2020 其实一早已经强过李宁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那么强 是啊 是啊 那什么位置可以进去 2020 你是决定的 都对的 难道你现在短期 是啊 我自己都害怕 安踏破顶啊 就是用回刚才那招 追就照追 就之前的顶位 41.2就尽量搜 那这些位置 41.2走 41.2就一定要搜 搜不到的话 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中场善诈 其实整个大陆内需概念 无论是李宁和安达都英俊 那如果还没进去 可以不要进去吧 还没进去啊 没进去啊 没有背驰 现在破顶 RSI跟着 还没进去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今天又出去出阳烛呢 又确认 站稳了41.2 哦 今天低位41.05 那 除非你看下这两天 有没有机会 又再贴近41.2买呢 真的不要追字 你问我 我确认了 可以 可以 可以严格 是吗 是吗 41.2是因为突破 所以买入 不是41.2止蝎 你看最近 我画清楚 给你看 这个41.2呢 就破位 所以 可以买入 可以买入 踢一踢 如果你最快 短炒止蝎 38.2跌穿才降 OK 是啊 那2382又怎样 2382 未有货的 今天就升两个百分点 未入货 其实今天成交很小 但是 所以我不是犹豫 但是又升 我是会比较buy些 又升又大成交 不合不如2318吧 你有没有 未啊 我听他刚才说 都可以抠 我本来抠他再跌 然后起床就已经升了 我不是觉得他不会升 一来贸易战 我今早都叫过大家 都还是要小心 二来呢 今天升大了 都小成交 那么 如果上网 其实空间有多少呢 早前在11月份 定位150 152.3 那其实就是 約6元左右的空间 你问我 今天最适合移入 2318 是的 那信宇 又不是完全清晰 又有贸易战的阴霾 那我宁愿你刚才那些 安踏 那些都更 安全一点 安全一点 安踏呢 安踏呢 安踏是不是贸易战呢 虽然呢 安踏有些 他们有些 支持NBA的球队 但是呢 但是我觉得 他都是大陆人穿多一点 是的 所以信宇 我觉得这么多只里面 暂时 未必一定要追 观望先 观望先 我想问 你刚才说那么多的医疗股呢 1093 我都问了 那还有570 你觉得如何 570 570中药嘛 是的 走势OK的 如果以图来到看呢 你早前呢 1月25号 有个顶位 5.2号 你现在突破了 其实是可以进的 OK 我等5.2进去 不知它飙升 没什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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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那天 你四天前 你已经是大成交 破上去 上两天都是大概 5.2 现在追到不危险的 是吧 因为我见1093都那么疯 不如找这些没什么 我自问 对于这些东西 1093 硬一点 大脆一点 研究不足 我不是很熟 中国中药 但是呢 以图呢 突破5.2号4 上网 即管当是说图 我觉得突破5.2号4 可以再挑战一下 之前 5.9的位置 6.9 5.9 如果你问信心之算 即我和阿凡 应该会同意 就是 就是買一些強的、大的、有新藥出的石藥 我想請教你指數的,我已經有222 現在是否可以進入呢? 還有就是3188,是否可以進入呢? 其實不是同樣的東西 有甚麼分別就不懂分 一個戶心一個戶 戶心即是包括深圳 誰戶心就是3188 假設如果你問我,二選一我會選3188 我真的好過這個222 因為深就有很多科技的炒東西 3188就有個深 222就是那些老餅,內銀、內險、勸箱、內房 我不是說不升,但是呢 如果能夠加多一點美味下去 那就多加一個深下去 但它沒甚麼跌的 是否現價進入呢? 有時的東西真的跌才不好 難道你覺得指數跌你會買嗎? 當然是升 我在等它跌才進入 怎知它經常都不跌 回頭我從來都是等東西升 那現在是否現價可以進入呢? 日日我都不講評寶 我今天特別講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升 是呀是呀 是呀 3188是否現價可以看呢? 剛才那個電話我都提過 留意八十八元或是八十八個三幅 是呀我聽到 都不差得很遠 反正如果能夠上網看九十二的話 都不是甚麼 3188是否都可以進入呢? 我不覺得現在A股很強 說真的 而且如果A股強平保也照吃了 平保也有A股概念 那一隻平保就搞定 我真的不需要這些了 我覺得 那另外一個指數MSCI呢? 3197怎麼看呢? 那些是沒有人買的 你看看成交的 我看它說是MSCI 要不需要入定呢? 你看看34萬成交入軌 你打算放多少百萬 我就是怕怕的 才問你 不會買幾十萬成交的股份 即是幫不了的 就算入MSCI 沒有用的 可能幫到 但外於流通性問題 我不會買的 哦 這樣 是啊 就這樣 如果市場這樣 其實為甚麼撐指數會不可以呢? 撐指數嗎? 不是 我不會撐指數 就是證股的 好像撐3188 還有228 那些可以 可以 如果市場能夠站穩31800 我會覺得更加直撥 你現在最好觀望一下 好啊 好啊 那多謝你 好啊 多謝你 好 拜拜 他也問得很全面 是啊 他問完一個 再問一個 是問完他想知道的事情 好啊 其他YouTube的朋友仔 就要3.9再問過 那我們3.9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